好,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右手的奔奏手法 就是运用的Draw与Pi的节奏组合的 但是它跟Botnor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大家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文本资料 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现在我按住的左手按的是几个弦 大家看一下弹一下D弦 然后抓一下三个手指同时抓弦 三二一弦弹 抓然后拍 拍的时候呢 我们三个手指其实是打在弦上的 不要打到空里 打到空里就进去了 打在弦上 这样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 它就是低音弹 抓 拍 抓 拍的时候呢 很容易手就拍漏了 就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多练习 我们会越来越熟悉 对 大家只要记住它的步骤 弹 低音 弹 抓 拍 那么我们下一首 实际剑的歌曲是 《玉泉的彩虹》 大家可以先听一下 那么这个大家 多练习一下 这个弹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